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你好 我是Ryan 我和你一样都是Dream Factor 我记得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追求我的梦想 可是我没有那么幸运 我的时候呢 在以前考读这个专科的时候呢 我去选择了IT Programming 因为呢 是因为家人需要我读这个课 所以我才去读的 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喜欢写什么东西 所以在毕业了过后呢 我就涌往我的这个梦想去前进 我最记得我的第一个梦想就是成为电台DJ 那个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在户外呢 打转了很多很长的一个时间 就没有想到一个记忆之下呢 我去到了澳门 当了那边的电台DJ 也回来马来西亚过后呢 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电台DJ 接下来呢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演员 可是呢 演员是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工作 我曾经试过呢 三个月没有拍过任何的戏 完全是零收录 因为呢 在家人啊 还有朋友之下啊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担心你的情况 都会说 哎 Ryan 不如你转行吧 真的是很辛苦的 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做你爱做的事情 不要去走别人觉得他觉得幸福的事情 这样你会不幸福的 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 努力不一定有奇迹 但是一定有成绩 加油 大家好 我叫Louis 我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的 就是想把一部电影《古生气大眼魔》 这样呢 这个题材是比较灵类的 要找一个投资者非常艰难 但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只要坚信自己的梦想 去寻找 去努力 这一天终会到来的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 希望大家都会像我一样 做人要做个事 做人爱做的事 我要去当一名 戏剧演员 Facebook 嗯 Facebook 有 谁没有啊 Facebook的账号是 Paxi Man 你Facebook里面只有四个朋友 一点都不会哭的了 你可以叫我的狗啊 叫做 Hanta 你说我口臭 你的工作就是做牙科医生 你告诉我 一个家庭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够你吃吗 你吃个病啊你 小时候我没有办法捍卫我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现在必须进全面去实现我的梦想 你的收入到时候会不会很稳定 我是受不了你 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那么很难退伍 我才受不了你 为什么不能像别人妈一样 你做人实际一点好不好 你知道吗 要当个演员有多困难啊 这可是个重要的决定 会影响你的前途耶 我自己的人生 我想要自己做主 你的好好的诊所 为什么你不要去做 而且你两边跑啊 你的屁股啊 会分成两边 回来 bits 我们需要一下 消息 更好 记得 我们需要进行 我们需要来